大家好 欢迎来到会眼看中国 我是善语 女生说 为什么在广州找工作那么难呢 我想找个快递分检的活都找不到 都不要人了 失业四个月 找了个日节的快递分检 做了一个半小时的地铁过去 结果负责人告诉我 找满了 不要人了 白跑一趟 女生说 现在也太难了吧 我找工作从南京的江宁区找到浦口区 真的天塌了 南京的风这么大 根本就找不到工作 十月底的时候 我还是一个天天都没有时间的小孩 在大陆 抖音 快手和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 许多用户分享自己的经历 很多人哭诉公司裁员 一夜之间失去了工作 不得不面对房贷 车贷 家庭开支等压力 失业后 想重新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 难上价难 尤其是在当前就业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 面对这些困境 很多人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女生说 我闺蜜昨天给我打电话 说他们公司裁员近70% 这是什么概念 他所在的公司是一家总规模上千人的大型重工业公司 我一直觉得是很稳的一个工作 他所在的部门有原来的100多号员工 从今年年中开始辞职到现在为止只剩下了30多人了 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理解 就是原来一个人干一个人的活 现在一个人要干四到五个人的活 乃至更多人的活 这个工作量太大了 我闺蜜情况更离谱 他领导想要把他派到其他的部门去 你说不涨心也就算了 还要给他降薪 这不就是妥妥的加量不加价吗 所以我闺蜜果断就辞职了 但这不是今天讲的重点 就是想表达 现在这个就业环境真的是太太太差了 真的很心疼今年的应届毕业生 很明白你们那种有心无力的感觉 年底了职场动荡尤为明显 尤其是在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 各种负面消息频频传出 公司跑路项目整体财彻 变相降薪 长期拖欠工资等现象层出不穷 甚至连公务员都受影响 女生说 武汉基层的公务员现在是全塌了呀 现在年年降薪 以前拿一万元的工资绝对不成问题 现在是交完公积金之后 就剩下四五千块钱 上下班只敢骑个小电车 家里的油车一个月也开不上几次 出去跟领导同事吃个饭 还得想想哪个平台我还能再提点钱 我在武汉不是做贷款的吗 也接触了不少这样的客户 好在他们有公积金 从银行也能获得过度资金 缓解一下压力 你们现在单位都是什么情况呢 不少地方公务员降薪的消息 时不时被网友曝光 公务员降薪后 甚至连基本的生活成本都成了问题 有的每个月只有两三千的收入 那一户口 为了补贴家用 不得不从事送外卖送快递 开网约车等建制工作 女生说我老公降薪了 反正现在照她 这工资水平养家很难 在挣扎了一个多月之后 前天晚上说出去跑外卖去 能挣五块钱算五块 然后出去了三个小时吧 说是赚了二十九块钱 其实挺辛苦的 但是没别的办法 今天直播这会又出去了 看看能挣多少钱 难呀 近年来 新兴行业的不仅其现象 也引起了广泛关注 尽管新能源和金元等行业 曾经被视为未来的希望 但近两年来 这些行业巨头却面临严峻的挑战 降薪和裁员的现象 在这些行业中愈发普遍 引发了网友热议 男生说 今天第一次深切感受到中美对抗对老百姓的影响 对普通人的影响 然后打电话联系一个人选 然后他们公司在杭州滨江做金元 最近可能要裁一半的人 我就问为啥 我说你这个公司不是之前做的还挺不错的 怎么会突然间裁一半 他说美国制裁 我说制裁啥 就是不让台积电帮他们去生产了 我说倒可以找咱们这个中兴国际什么的 他说七纳米 说实话我觉得这个还挺致命的 现在这么个年底寒冬的时候 其实就业也很困难 任重而道远 现在川普还没上来 后面贸易战如果真的打起来 那感受会更刺激 这是我对就作为一个职场人的话 第一次切身感受到 路透社11月10日援引知情人的消息报道说 台湾的台积电将从11月11日起 停止为中国客户加工生产先进的人工智能AI晶圆 原因是华为被发现 最新的AI处理器山腾 910B竟使用了台积电制造的晶圆 以违反美国的晶圆禁令 华为是美国政府针对中国企业重点制裁 和技术封锁的对象之一 没想到台积电断供后 重创中国半导体产业 许多公司撑不下去了 据路媒报道 12月1日 红军微电子科技公司内部宣布 将裁员50%员工 几乎波及所有部门 此波裁撤将有近150名员工失业 根据电子工程专辑 E-Times China分析 红军微电子无预警大规模裁员 原因美国对中国晶圆企业的限制不断升级 导致红军微电子技术和资源上 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 不论研发和生产都带来巨大压力 资料显示 红军微电子创立于2021年8月 注资超2409万元 致力于开发基于ARM架构更高效能 更易部署的CPU晶圆 主要面向数据中心云计算市场 创办人兼CEO沈荣甚至曾任职 英特尔超过20年 公司实力强 另外一家晶圆大厂 上市企业广州 绘制微电子10月26日起开始大规模的裁员计划 其中研发人员的裁员比例高达40% 被裁员人员一天内全部走人 有员工说 原因是近年来财务状况不乐观 已经连续三年亏损 除了裁员之外 还有一些半导体原件产品生产企业 员工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 据统计 2023年以来已经有数十家半导体原件 产品生产企业拖欠员工工资 涉及金额数亿元 2024年12月2日 美国把140家半导体制造厂 半导体工具公司与投资公司 列入出口限制实体清单 称这些企业参与推进中国的军事现代化 对美国与盟友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新的制裁无疑会真正损害中国打造 世界及国内金颜制造业的努力 有效遏制中共的雄心 这也意味着中国半导体行业 正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男生说 感觉建筑类央企的好日子到头了 这几天碰到一个央企规划设计院的朋友说 内部已经发了通知管理岗位裁员30% 都人心惶惶焦虑得很 还有个建筑央企的朋友说 没活干 降薪好多 接受不了 降薪的人离职 这样公司就不用赔付 这原因出在哪里呢 我查了一下 十大负债央企名单 前四名是建筑的 央企加起来快六万亿了 这些债务的基本是来自地方工程 这难怪地方大工程都指定让央企干 因为央企可以垫资 信誉有保障 一个要政绩 一个要业绩 各有所需 你怪谁呢 中国百业萧条 建筑类的央企也频传降薪财源消息 10月26日晚安 顶级央企 全线大崩溃 领导层绩效砍半的视频在大陆网际网路上传开 引起了广泛关注 文件中提到 中国铁剑从今年8月起把绩效工资砍半 要知道中国铁剑可不是一般的样企 这可是拿着31人民币成立的特大型央企 业务遍布交通能源市政等领域 根据2024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排名 中国铁剑排名第43位 说是顶级央企一点不夸张 可就是这样的巨无霸 现在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了 中铁剑的内部人士说 今年一季度工程 陈缆额实际达到了年度的计划的10% 全年能完成计划的40%就不错了 其他中小施工企业可想而知 受房地产行业持续下滑的影响 建筑行业也遭遇了极大的困难 目前建筑行业的寒气到底有多重 或许可以从很多建筑央企都开始接一缩时 缩减员工编制 甚至还有工程局半年未发薪水 员工被迫在家等待岗位安排 据称天津某国企施工单位计划从6月1号开始 间歇期待岗 何时赴岗 无人知晓 无独有某事件的工建团发了一个人员优化的通知 指出受很大债务危机公司生产异常困难 决定自2024年3月1日起 安排进入待岗状态 待岗期截止2024年12月31日 据了解该建工集团持有建筑工程施工 总承包特级工程涉及建筑行业甲级资质 具有国企性质 母公司是世界500强大型集团企业 据沙石股料网了解 一家建筑央企提出要深刻认识建筑行业严峻形势 要减员增效 一是严控劳务用工总量2024年底 压减至3500人以内 2025年底压减至3000人以内 二是提高毕业生准入的门槛 三是清理非在岗的员工 以解聘为主要手段 有知情人爆料 央企从部会直接裁员给补偿 而是用尽各种手段逼你自己走人 先是开会动员 发警告什么降本增效 机构缩编 接着就开始各种内部的竞聘 搞末位淘汰 最后把你调到边缘岗位 从研发降到技术 从技术降到后勤 直到你实在待不下去为止 一位在央企工作了15年的老员工 无奈的说 以前觉得进了央企就等于抱上了金饭碗 现在看来这金饭碗也是镀金的 经不起摔打 在一家央企工作10年的HR小王套路 这种降薪在央企界早就不是新鲜事了 他说央企降薪跟民企不一样 他们有自己的花样 先是偷偷摸摸取消各种补贴 什么证书补贴 施工 津贴 直级补贴 一个一个全砍掉 接着就开始动绩效 提高考核标准 变相降薪 等这些招数都用完了就开始降基本工资 一直降到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网上有知情人士分析说 其实早就有征兆 看看央企这几年的数据就知道了 以中铁建为例 去年一年的营收增速才2.3% 创下10年新低 再看看其他央企 中石油今年前三季度利润暴跌26% 中石化更惨 直接跌了35% 这些数字哪个不是在招式着央企的困境 最讽刺的是 这些央企还在苦苦支撑门面 白天开会喊着 行事一片大好 晚上却在偷偷给员工 降薪 背地里却在想方设法裁员 这让人不禁要问 中国经济到底办到什么程度 连最后的顶梁柱央企都要开始摇摇欲坠了 在社交媒体上很多网友吐槽 很多单位已经发不出工资了 河北的国企员工刘骏说 我的岗位是国有企业财务 从今年1月份开始拖欠工资 5000元都只发3000元 当时国企招聘的应聘的做了有4年 国企就辞退了我 他们的意思是 劳务合同到期了 就自动的解聘了 博主赵正近日表示 在这个快急奏的高压社会下 工资是生存的基础 然而这个基势已经动摇了 工资是经济环境 行业趋势 企业经营状况等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 近年来中国经济形势复杂多变 加之新冠疫情的持续影响 很多行业和企业都遭受到了 前所未有的冲击 中铁十四局 这个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生根多年的巨头 开始转型种地了 不久前 中铁十四局通过竞价 获得了东营市肯利区 山东华澳大地土地的经营权 总面积14,549亩 土地的性质为基本农田 其中包括汉地约8000亩 其余为水田 沟渠等主要种植作物 为玉米小麦水道 中铁十四局 作为国内知名的建筑设施 施工企业 其业务范围遍布全球 从铁路公路到桥梁隧道 每一项工程都见证了它的实力辉煌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 以铁为名的企业 如今却将目光投向了广袤的田野 跨界种起了地 这一举动无疑打破了人们对传统建筑企业的固有印象 也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热议 有人说 当粮食不是农民种出来的 那么价格就会起飞 也有人担心 我想以后农民可能没地可种 都自动化 机械化 信息化 规模化 工作岗位急剧减少了 那么平民无所事事咋办 出路咋何方 现在农民卖大米 玉米都一块多一斤 到时候农民没地种了 就是十几块一斤了 更有人质疑 基建企业是否适合种地 担心会与农民争夺耕地资源 甚至怀疑其是否能够种好地 有网民表示 恒大几年前就开始投资 做温室蔬菜了 现在的园区里面荒草比人长得多高 近日资深的财经评论人士蔡胜坤 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 目前中国各行各业的失业问题 还未到最严重的时候 他说 中国实际上的失业情况 比表面上的数据更加严重 觉得现在不能正常就业的 或已经失去就业机会的人 已经远远超过一个亿 这是中国非常严酷的一个现实 大量失业不仅反映了当前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困境 也揭示了社会对失业问题的关注和担忧 蔡胜坤说 民企业提供了80%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 除了面对整体经济下行压力 民企还面对地方政府的各种打压手段 90%的民企倒闭不是危言索听 现在并不是政府投入资金就能刺激经济 拯救企业的时候 企业现在不愿意投资 也没有更好的投资渠道 民营企业如何谈发展 蔡胜坤曾是凤凰网时代最具影响力的民伯之一 长期撰写经济观察文章 在离开中国之前 他曾创立了产值超过2000万人民币的企业 但目前该企业已经在关闭过程中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惠眼看中国 欢迎订阅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次再见